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边南山主要指的中南山 在今天的陕西的西安是难一点 那么四方之山莫高于中南 四面的山没有比中南山更高的 而都一之立山者莫尽于复封 都一之立山 这个立呢立是指的是福泽 不是美丽的意思啊 是福泽 福泽山的 意思是说靠近 紧靠中南山的城市 没有比福封更近的 也就是在山旁边立山 立中南山最近的城市 就是福封这个地方 也就是凤翔啊 以至于进球最高 其事必得啊 那么从离山最近的城市 去寻找最高的山 那势必是很容易找得到的啊 真的找得到 而太守居之未尝之有山烟啊 可是呢 这个太守啊 这是太守居住的地方 却不曾感到有山啊 不能感到有山 虽非是之所以损益 而物理有所不当然者啊 此临虚之所为助益 那么虽然这这不是 不会对正事啊 不会对政务呢 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在势力上 却不应该这样 就是周围全都是山 可是呢 太守办公的地方 却看不到山啊 这个当然对对对对 对工作啊 没有什么影响啊 而物理有所不当然者 就是在势力上 却不应该这样 所以说这就是 建筑林虚台的主要原因啊 此林虚之所以为助益啊 所以为助益 这是讲到了 他为什么会建这个 为建这个林虚 林虚台啊 林虚台是个土台子啊 说土台子 好 接着往下看 方其未助也 太守成功 藏绿逍遥于其下 那么呢 方其未助 就是当这个台子 还没有建筑的时候呢 那个太守成功啊 太守成功 这里边的成功 指的是当时的陈锡亮 一个知府叫锡亮啊 也就是陈锡亮啊 陈锡亮这个人 当时是呃 奉祥府啊 在奉祥府都做支线 啊 做支线 然后这个成功啊 就主着拐杖 在下面悠闲自得的漫步 逍遥悠闲自得 杖的是主着拐杖 然后绿呢 是指步行啊 就在下面散步 建山之处于林木之上者 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 而见其机也 那么呢 他漫步的时候 就看到露出在树木上 上面的山峰啊 一座接着一座山很多 就像是什么 就像是有人在墙外行走 却只看到他的发发疾一样 就看到脑袋上那个头发一样啊 约势必有益 啊 他就说呀 这一定有奇异可观的景致 使功凿其前为方池 以其土筑台 高出于乌之盐而止 那么呢 这个时候他就命令一些人啊 命令一些工匠啊 在他前面呢 开了一个方形的池塘 把挖出来 挖池塘挖出来的泥啊 就筑成了土台子 土台筑多高呢 高过乌盐呢 然后就停止了 一个高高的台子 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 恍然不止台之高 而以为 山智踊跃奋训而出野 那么台子一高之后 出现了什么效果呢 后来只要是来到这个台上的人呢 都不知不觉的都会登到台子上 然后却弄不清楚台子的高度 以为是平地突然冒出来的 那一座座的远山啊 一座座远山 然后就是造成一个 一个小的景点啊 公约是一名灵虚 那么这个地方呢 应当叫做灵虚 灵虚的本意这两个字呢 是指的是高入天空啊 苏啊 高入天空的意思 叫灵虚 意思很高啊 以告其从事苏氏 而求闻以计之 那么呢 他就把这想法呢 告诉了他的左始苏氏 并且要求呢 做一篇文章来继续他 所以才有了这篇文章啊 第一段呢 讲了他为什么叫灵虚台 第二段呢 就讲了 这是太守陈希亮的想法 然后呢 让苏氏来写这篇文章 其实也讲了这篇文章写作的原因 好在这篇文章看 是赋予公约 物质费心成毁 不可得而止 费心成毁 物质 这话意思说 事物的兴衰 衰费与兴盛 成功于毁坏 这个都是不能够提前预先知道的啊 西者荒草野田 双路之所蒙异 孤毁之所窜扶 从前呢 这里是荒草田野 是双路折盖的地方 是狐狸和毒蛇 经常逃窜和埋藏的绳索 这个狐呢 指狐狸 毁是指毒蛇 蒙异呢 是折盖的意思啊 那么所窜扶 就是这地方原来是荒草湖泊的一大片啊 但是呢 现在你看变成了一个台子 那么当时的时候 哪里会知道会有现在的什么 方式时 岂之有灵虚台也 那个时候肯定不知道要建一个灵虚台啊 是吧 费心成毁 相寻与无穷 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 皆不可知也 那么 衰费与兴盛 成功与毁坏 相互循环 一致于没有穷尽 那么今天的灵虚台 将来会变成荒草田野 也是不能预料的啊 也是不能预料 皆不可知也嘛 就是今天我们盖的灵虚台 有一天也会变成荒草野田啊 长室玉公登台而望 则 其东则勤木之起年驼全野 这个念驼啊 众树郭驼转的个驼啊 其南则为汉汉武长阳武作 而其北则随之人寿 唐之九成也 那么就是我们站到这个台子的时候呢 我们朝东南西北望一望啊 远眺 它的东面呢 是秦穆宫当年建立的启年宫 还有夺权宫啊 还有驼权宫啊 它的南面呢 是汉武大帝当时建的长阳宫和武作宫 武作呢 因为作呢 它是一种树母啊 因为那个院园子里边有树母啊 宫殿里有树母 所以就叫武作宫啊 汉武帝在建了长阳和武作 它的北面呢 它的北面是隋朝的人寿宫 还有就是唐朝的九成宫啊 九成宫 也就是说 它的周围当年有很多的宫殿 既其一时之盛 红结鬼立 坚固而不可动着 其特百倍于台而一一载 那么推想啊 他们当年的兴盛啊 规模的宏大呀 形式的奇美 坚固啊 建筑的坚固和不可动摇 难道会比林旭台呃呃 就是难道只会比林旭台强过百倍吗 也就是说 这么伟大的呃建筑 这么伟大的宫殿 历朝历代宫殿全都不见了啊 不见了 而且他们的建筑啊 要比林旭台啊 强过数百倍啊 但已经都已经不见了啊 他其实发表了自己对 费心成悔的这样一些感慨啊 好 接着 然而术士之后欲求其仿佛 而破瓦退圆 无负存者 既已化为 和书啊 和书荆棘 秋须龙母矣 而旷于此台约 这意思是什么呢 可是呢 几代之后 想要寻找他们的 依稀相似的痕迹 连破瓦断墙也没有存在了啊 早已经种 早已经种上了这个 和书的田地 就种上了和苗的田地 还有荆棘丛生的荒野了 何况这个台子呢 啊 也就是讲到啊 古代的那些好的大的宫殿呢 到今天 连一点踪踪跡都已经找不到了啊 夫台幽不足事 幽不足事与长久 而况于人事之得丧 忽往而忽来者与啊 呃 这个灵虚台呢 台子上不能够呃 依靠并且长长久的存在 更何况人事的得失呢 一会儿来了 一会儿又去了啊 一会儿又来一会儿去了 而或 而或者 欲以跨世而自足 则过矣 那么有些人呢 靠修筑 亭台楼阁 在世上炫耀 并依此满足 那就大错特错了 盖世有足事者 而不在乎台子存亡也 存亡也 那么呢 世上呢 确实有能够依靠的东西 但是呢 不在于台子的存亡 也就是不在于我们看到的宫殿 和台子的存亡情况 既以言于宫 退而为之计 我把这番话呢 告诉了成功 退下来就做了这篇 这篇这个 这篇计 这篇计 其实这篇计里边 它的中心思想呢 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 你看我们看到了 那么多辉煌的宫殿 今天都见不到了 这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靠得住啊 靠得住 就是 《红楼梦》里的一句话 说的也非常经典 就是 摔草枯痒 曾是歌舞场 曾是歌舞场 也就是说 这世间的一切东西的荒废成毁 荒废成毁 那么这个苏氏呢 就对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发了一些感慨 最后他归结到说 是有族事者 而不在乎台之存亡 那么整篇文章呢 慷慨悲歌呀 风格非常之苍凉 从这篇文章读起来 我们就可以想到 明朝的有一篇 《归有光》的苍浪亭记 也受了这篇文章很大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 好 基本上讲完之后 就能够明白这篇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对这个 费心成毁的感叹 就是这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能留得住 也没有什么东西 永垂不朽 那么真正永垂不朽的东西 又不在乎 这些宫殿呢 还有台子 亭子 是否存亡 好 这篇文章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篇文章的福音 是否用这篇文章